推得推急得起 倒得到立委不分蓝绿圈 骑在一块上演全五行 激烈武打场面 国民党立委分头推倒全票处 另一头也集体坐在票轨上 出招强烈杯葛 不让议事顺利进行 面对人强攻势 国民党立委指着在混乱中 宣布开始投票的立法院长苏嘉全大骂 因为绿营为了让中选会主委 李金勇的人事同意权案顺利通过 可是祭出许多招数 借着人数优势 民进党立委将抢占主席台的 国民党立委们一一排除 期间爆发多起拉扯冲突 来引扬言杯葛到底 男力立委大乱斗 跳桌泼水对抢样样来 甚至国民党团总召江启成 在会议开始之前还偷偷搬走票轨 立法院大战李金勇人事案 朝野激烈攻防 但国民党立委不敌民进党的人数优势 会议继续进行 却也在一个一场开辟好几个战场 欢迎新闻王家杰林志鹏陈宜荣台北报道